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卤肉饭做法 吃一次你就会爱上它 先把五花肉切成这样的小块 再把洋葱炒至焦黄飘香 盛出备用 然后下五花肉煸炒出油脂 放姜片 八角香叶 炒好的洋葱 香菇丁和一包卤味饭酱料 加入适量热水和两个笨鸡蛋 扣盖煮5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然后浇在米饭上就可以开吃啦